昨晚2022年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企业家篮球邀请赛 在厦门体育中心拉开帷幕 由两岸青年企业家组成的20支篮球队 通过球技切磋增强情谊 随着篮球被投掷到空中 赛事正式吹响了燃动的号角 首场球赛在厦门银行队和金羽光电队之间展开 双方队员勇猛拼抢 现场气氛火热 篮球赛为期六天将举行40多场赛事 最终决出前六名 大家都融入在这一块的气氛而言 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通过这种竞技这种活动来讲的话 其实会交到更多更多的好朋友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中间当中可以有很多互动 有更多的队伍参与进来 也让我们跟更多高手或者更多的一些球队 有更多的交流 本次赛事由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下面是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下面是两岸交流协会主办 邀请赛以青年为主角 以篮球为媒介 活动一推出便吸引了20支参赛队伍 约300名两岸青年企业家参与 比上一届来讲规模更大 覆盖面更大 让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更好的融入 以篮球为传媒 更好的加深相互的了解 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促进两岸体育文化的交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